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醒星 好久没有录护肤视频了 加上前段时间做了两个手术 一个是美观方面的 双眼皮的修复手术 一个是健康方面的 一个鼻炎的手术 我切了一个叫做现样体的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下鼻甲肥大 我用了一个射频消容的方法来解决 这个如果有人感兴趣的话 可以打在弹幕上 之后我会再做单独的内容跟大家分享 今天这个视频主要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次元 就是我已经在公众号写过了 就是国货品牌记 其实现在一讲到国货 大家都知道国货是一个非常热门的一个词 很多人都会以这个当作一个流量密码来做内容 但实际上我对于国货的一个想法 和大众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我不会因为它是国货而去买这个产品 而是我因为它真的非常好用 我才会去支持它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品牌打着国货的旗号 但实际上做的东西并不怎么样 然后在外面大肆的敛财 我不太喜欢这种不健康的生态环境 所以我要做这么一个国货品牌记 来给大家分享 我觉得真的非常好用 值得大家购买的这些品牌 这些品牌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品牌 标榜国货为自己的主要卖点 他们都有自己单独的背景 自己单独的一个科研方面的精神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读书一致的 那今天首先讲第一期上水合机 上水合机这个品牌 我相信大多数人是从我这边听到这个品牌的 当然随着品牌自己自身的产品线的扩展 以及它真的非常好用的这个口口相传的口碑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它 并且使用它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个人对于这个品牌的所有的看法 以及我个人喜欢的产品 上水合机的产品总共分为五个产品线 其实它都是非常清晰的产品线 一个就是它最有名的修复系列 那修复系列主要是四个产品的组成 它的主要代表色就是粉色 我们只要看到这个颜色就知道 这是上水合机的修复系列 它最出圈最出名的应该就是这个屏障修复基底液 我以前就跟大家分享过 虽然叫做基底液 但实际上它就是一支精华产品 我们所有市面上所认知到的基底液的产品 其实都是属于精华产品 你就把它当作一支精华来使用就好了 它另外还搭配了一个是同系列的护肤水 然后同系列的乳液 这两个产品的外包装长得一模一样 所以你要根据上面的字来分清楚这个产品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面霜产品 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和传统的大众认知的就是乳液是给油皮用的 面霜是给干皮用的这种认知 相反的是这两个产品 它的乳液油脂性更高 反而是更适合干皮使用的 它的这个面霜抗盐的成分更多 反而是适于油皮使用的 而且你也可以这样理解 就是你在皮肤特别不稳定 屏障受损 然后伴随着肌肤非常干燥的情况下 你应该使用乳液的产品 但是如果作为日常使用的话 其实我更推荐面霜的这个产品 所以其实它是树液有专攻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适合自己的产品 那这个系列中不用说我最喜欢的产品 肯定是这个肌底液的这个产品 我就是把它当作精华来使用 并且在你肌肤十分不稳定的情况下 这个肌底液你是可以代替护肤水来使用的 你是可以直接用这个肌底液上脸擦全脸 然后它是那种蛋清智力 它完全挥发干透 这种皮肤其实是干爽哑光很舒服的 而且这个肌底液我就觉得它是人手一瓶必备 对我来讲它在我家的存在就像创可贴和感冒药一样 它就是无论如何家里要备油一瓶 在我皮肤觉得不稳定不舒服的时候 我就会把缩护饼停到我只擦它 然后后面可能擦一个面刷或者擦一个乳液 我就去睡觉 那这样坚持几天你的皮肤马上就能看到好转 另外一个系列是平衡理肌系列 从名字其实就看得出来 它肯定是给油痘皮使用的 所以整个系列的颜色它是用的绿色为主的很清爽的颜色 这个系列我个人也是非常喜欢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油痘皮 所以我对于去痘的产品其实非常有心得 那这个系列的产品其实在皮肤长痘的各个阶段 它都有能够参与的环节 一个就是它的护肤水 其实这个是叫做水阳酸精华液 它虽然叫精华液 但其实它非常清爽就像水一样 所以我是当作护肤水来使用的 并且它虽然用到的是2%的水阳酸 是很高浓度的水阳酸 但是因为它是用的包裹型的水阳酸 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溶于水中 所以整个产品它可以把肤感做得非常的清爽 就算你每天使用当作护肤水来使用 你的皮肤也不会觉得有任何的负担 另外一个就是跟它截然相反的三酸精华 它就是属于一个大猛药 它用在脸上是真实的 会有那种痒刺痛的感觉 但对于油皮来讲 用酸是非常有必要的 它不仅可以疏痛我们的毛孔 同时还可以去除我们的老肺角质 不让它在皮肤表面引起堵塞 这样我们过多的油脂分泌 就不会积蓄在我们的毛孔中间 我们的皮肤的出油的情况 以及我们长痘的情况 都可以得到很大的缓解 不过这个产品的使用感呢 有一点点的原始 就是它用上去会有一股很大的原料的味道 我个人不是很喜欢 但它的效果真的是没话说 它另外两个精华呢 一个是控油的精华 一个是去痘印的精华 那这两个精华因为我个人用的比较少 所以在这边请做分享就好了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系列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支任二酸精华 它是一支点痘精华去痘凝胶 你可以在你皮肤不稳定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当做精华涂全脸 或者是你有红肿大痘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单独涂在你的那个痘痘上面 这个盒装的是新包装 它加入了A全 所以它现在的这个凝胶的状态 是稍微有一点点发黄的 但到底加了A全的这个 效果应该比老的这个要更好 其实如果你是油豆皮的话 那这个系列的这三个产品 我是非常推荐你使用的 一个是水洋三精华液 一个是酸酸精华 一个是韧氧酸去痘凝胶 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极光系列 极光系列其实就是美白的产品 那这个系列总共有四个产品 那大家都因为知道 我个人是不用片状面膜的 所以这个产品呢 我就不做分享了 另外几个产品呢 我最喜欢的其实是极光先导精华 和极光重点精华 以前没有极光先导精华 就是我是最爱重点精华的 因为重点精华 它是主打维C衍生物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这个精华在我脸上的效果 就真的特别好 它对于黑痘印 以及一些浅表性的新生斑点 是有非常好的效果的 它用上来你的感觉就是 脸上变得非常的干净 而且也是因为这个产品 让我和品牌结缘 我用了我就非常的喜欢 我就跟品牌说 我真的个人很喜欢这个精华 后来品牌就陪我发疯 因为它知道我的一个个人的使用准则 就是所有的精华产品 都要大量的使用 并且这个极光重点精华 它甚至属于精华乳的质地 所以我都是把它当乳液擦全脸 我的用量就比较大 品牌当时又给我寄来的一个一身装 从流水线上直接给我接的 一身装的包装 记得当时我拿了一个 这么大的一个白色的瓶子 然后我就把它挤在 无印良品的那种 压泵瓶的分装瓶里面使用 我那一瓶都被我个人用完了 由此可见我对这个产品的喜爱 但上车合机 今年再接再厉出了一个新品 就是极光鲜岛精华 它第一次饮用了377这个美白成分 这个成分我个人也是十分耐用的 并且这一支精华 它质地改得非常的清爽 以前极光重点精华不是当做乳液在用的吗 那现在这一支极光鲜岛精华液 它就完全是一个清爽的精华产品 所以我个人觉得以后 极光重点精华可以给干皮使用 那极光鲜岛精华液其实是可以给油皮使用的 油皮的朋友应该也会更喜欢这支精华 但是这个产品有一个问题 我希望品牌看一下 它虽然是压泵瓶的 但是它里面的塑料杆它是直的 所以用到最后的时候 当你只能这样挤这个精华的时候 其实会有一部分沉积在下面而吸不上来 最后就变成很尴尬 你只能这样竖着用 但是竖着用你挤出来的精华 它就会沿着这个闭口落在这个瓶管的周围 就会变得不干净不好看 然后最后那么一点就是用不出来 所以我觉得品牌可以改一下它这个吸管 可以把吸管做长一点 保证这个瓶底的最后一点都能被用到 并且这个瓶子其实用到最后的时候 这个外面的这个表皮有一点点脱落 我个人是不在乎这个东西的 但是我知道有很多人 他是在乎这个包装 它表皮脱落什么的 氧化什么之类的 他们是不喜欢的 所以这一点可能要注意一下 另外一个系列就是深蓝色 但是你们看到就可能是黑色的这条线 就是元气系列 元气界听上去就知道 哦 它是主打抗老的 所以如果我们有很多朋友 他预算不高 但是就想给妈妈送一套那种抗老的护肤品 其实我是非常推荐这一套产品的 因为这套产品从它的水 到它的精华乳 到它的面霜 到它的眼霜 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它的这个精华水叫做凝脆露 其实从名字上听得出来 它和普通清爽的水有一点点区别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厚重的 但这个水它虽然厚重 却并不黏腻 也并不是那种很润 然后擦在脸上糊不开的那种 它擦在脸上就是润而不腻 我个人是非常喜欢这个质地的 油皮在秋冬用 其实是很舒服的 精华液的话 那油皮其实也是完全可以当做乳液来使用 它的这个面霜 和普通的面霜也不一样 大家可能在印象中觉得面霜就很滋润的那种 但其实这个元气霜 它擦在脸上抹开之后 它是很像乳液的一个产品 它在脸上不会厚重滋润油腻 所以对于真正的大干皮的妈妈来讲 这个可能它的滋润度会不够 但对于油皮和中性皮的朋友来讲 这是一个浮阴 是面霜中的浮阴 我最喜欢的呢 还有它的这个眼霜产品 它这个眼霜产品又为添加了爱地本 所以它挤出来那个颜色是鲜黄色的 那这个眼霜由于它的刻数比较大 它这一支有18毫升 所以其实我个人是完全把它拿来当精华乳 涂全脸的 我觉得涂眼部有一点浪费 涂全脸加上眼部 其实效果会更好 所以这个系列 其实它的护肤水 它的面霜和它的眼霜 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最后一个呢 就是它的基础护理系列 就是全白的包装 那基础护理系列 其实就是囊括了所有的清洁 以及身体用的所有的产品 因为像很多品牌 它就会有什么美白线去痘线 它就会有专门的美白的洁面 然后去痘的洁面 其实洁面这个产品 我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它的目的就是洗干净 所以其实各种系列的洁面 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 并且是浪费的 那上水格机就很好的贯彻这一点 它就是只有一支洁面 你所有的系列产品 都可以搭配我这支洁面 那这支氨基酸洁面呢 我个人觉得它过于温和了一点 它更适合于非油皮以外的复制使用 那对油皮来讲 可能还是喜欢去脂力清洁力 更强一点的洁面 所以这支洁面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在秋冬使用 或者在早上使用会比较合适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卸妆水的产品 那卸妆水的产品也是属于便宜大碗 因为它经常买二送一 我以前不是很推荐卡尼尔的那个卸妆水 是因为它便宜吗 那其实算下来上水格机这个卸妆水 也同样可以做到很便宜 并且它和卡尼尔还有点不一样 卡尼尔容易蜡眼睛 那这个卸妆水非常的温和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卸妆水 可以作为卡尼尔的一个很好的替代品 并且你也不用再去很费心的找 墨盒的俄罗斯代购去买卡尼尔了 你这样买上水格机的这个不是更方便吗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风胶洗发水 那风胶洗发水我个人用下来就觉得 它的泡沫很多很细腻 洗出来头发是很干净的 但是它油得很快 所以如果你本身头发是属于非常干燥的人 那你用这个洗发水会比较合适 像我这种皮肤本身也油 头皮也比较油 头发也容易油的人 我是每天都要洗的人 其实我觉得我直接用普通的去脂 比较强的洁面洗 比这个洗发水来洗的来说要更舒服一点 另外两个就是它成套的 就是它的三酸的沐浴露和三酸的身体乳 那这两个产品 其实也可以把它算在是那个三酸精华去痘系列 那一个系列的 那这两个产品是我个人也是很喜欢的 这个三酸沐浴露也是配合沐浴球 它可以搓非常多丰富的细密的泡沫 然后你用来洗背上的痘痘 然后还有像手臂上这种肌皮肤 其他效果都是很好的 然后它的这个三酸身体乳 它的老板是非常强的 杀伤力很强的那种 你用来擦你的那种肌皮肤 和你背部的痘痘的话 效果是非常好的 但是因为你擦它肌皮肤这个地方 它刚开始会非常干燥会脱皮 然后你会非常的痒 所以有很多人受不了 觉得它太强了 就到品牌去投诉 我真的服了你们啊 你们就真的只是用那种开架的那种便宜大碗 那种身体乳 没什么功效的 给你在身体乳里面加那么一丁点酸 然后跟你说这是果酸身体乳 然后擦了一瓶 你也没有什么感觉 好不容易有这种很强的身体乳 结果就被别人投诉 让他下去改版本 改成这种很温和的新版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素风我都还没有拆 因为我还有几瓶老板的在用 我很喜欢老板的那个很强力的那个感觉 因为我个人用 其实我的肌皮肤没有很严重 所以我就没有感觉到很严重的那种灼烧刺痛的感觉 但是可能很严重的用它 它就感觉就不舒服 所以对我个人来说 我还是更喜欢老板的那个身体乳 最后就是它的这个护手霜 它护手霜几乎没有什么香味 然后挤出来是那种有点沙沙的质地的那种 所以你抹在手上 其实它很快就会干掉不粘手 但同时它的滋润度并不是很高 如果你是那种手很容易烂 两边很容易起皮的那种人 因为我有朋友他在北京嘛 现在冬天暖气也开了 他就跟我说 他用什么身体乳和护手霜 都没有用皮肤还在起皮 我就建议如果你是这种人的话 你买一瓶便宜的护肤油 你把它掺在你的身体乳 跟你的护手霜的产品里面 然后你把它后擦 晚上去睡觉 扫了起来 手就会比较好 同时也不会油油腻腻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护手乳 我觉得是男方的人 然后像我这种 不会太干燥起皮的人用 会比较好 它作为日常白天使用 偶尔补涂一下 我觉得会比较合适 以上就是上车和机的所有的产品 如果你看完本期不记得 我最喜欢哪些产品 以及产品的系列如何区分 或者是每个系列产品 它主要针对着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到公众号去看一下详细的文字版 点公众号的菜单 下面有一个果货品牌记 你直接点那个栏目 里面就我所有写过的文章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了 拜拜